是太艰难了 剩的时间还有点多 是 太多了 控球率三七开啊 在齐这次投球 球进了 拉到货维奇 打进了本赛季上海海港的 第一个进球 1比0 在25分钟先下一程 还是一样上岗 还是利用这个内部这个45度啊 包括这个传球球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会儿确实是 金门虎在这之前的这个 5到10分钟 已经这个防守强度下降了好多 确实 对这个上岗这个刺球 人家这个压力已经不足够大 所以说很容易了这个进球 来看看这一次啊 非常坚决的再传 那这个球呢 因为给了提前量 不是原地的争顶 这样的话金门虎的防线 就比较吃亏 我们看卡达尔失去了位置 而李松毅呢 也是在阿脑托异机身后 只有顶的角度非常刁 没错 腾上坤没有任何反应 阿脑托异机最擅长的这个 航头的后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